这种理论呢不新鲜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包括炒某一个明星 也经常在采用这样的理论 咱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你比方说 某某我人崛起 这个人是个草根 比方说原先是放羊的 原先是服务员 原先是卖菜的 原先就是脸超黄土 对超天农民 哎呦 干这个的居然歌唱的这么好 戏演的这么棒 你是不是就产生了一种 很大的落差 由这个落差 你就会佩服这个人 你就会对他感兴趣 而且我们对草根呢 本身有些天然的同情 你看他很穷 他都能到这个地步 那真不容易 比那些科们出身的难得多了 所以往往把某一个明星 说成是草根 他会很容易活起来 那么这几年 在我们的这个娱乐圈里 就有很多无中生有的明星 一下子被炒火了 而炒火的过程 除了他们确实有才艺以外 往往跟草根捏到一块 咱们这样 看看这几年 比较火的几个草根明星身上 有没有这样的痕迹 大家好 多大了 我五十多岁了 您从事什么工作的 是 我是菜场卖菜的 第一次摶 平河中 demand退下 哲也器之法 一爱 就是 十八岁的哥哥 要想把琴来踩 你啊 啊 啊 张才这几位啊 我估计咱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会非常熟悉 头一位叫菜花天妈 第二位是阿宝 第三位是刘大成 这几位都是在这些年呢 像达人秀啊星光大道里边 涌现出来的很有才艺的选手 咱们不否认他们有能耐 可是你会发现呢 本身他们出现在娱乐圈里 经过的这种炒作里边 都有一些策划的味道 你比方说菜花天妈 菜花天妈这点是什么呢 他唱的这么好 居然是个菜市场卖菜 阿宝唱的这么好 以前是放羊的 刘大成唱这么好 原来是个种地的农民 咱们想大人会想 你说他们整天卖菜 放羊种地 还得谋生呢 怎么歌还能唱这么好呢 哎呀这个人天才太不容易了 使我们对草根选手的同情心 加到了对他才艺佩服的这个技术上 可石球士告诉你 菜花天妈 没卖过菜 为了把他炒起来 就让他上菜市场卖菜 然后拍他卖菜视频 只要他卖了一天 大伙就会认为他卖过菜 就会对他产生这种同情 阿宝呢 很小的时候放过羊 后来上歌厅唱歌 跑场子跑了好多年 可以说阿宝呢 什么中文歌英文歌什么都会唱 各种流行歌曲都会 可是为了呢 让他从草根这出来 从放羊这感觉上找 找原生态的感觉 阿宝那个时候 刚出来的时候 记着羊肚毛巾 穿着那对筋小褂 有时候穿着一个 翻着领着皮袄 就是为了制造这种效果 这一区的翻山 遥过海洋 这一区三年 再也不会还 这里边是有策划痕迹 你再包住最后 我们看这刘大成 这是前面新华大道的 这个年终总管局 你上台呢 这城市里是个农民 很多人是刘大成农民住人 不讲刘大成家在农村 可是刘大成从来就不会种地 打小他爸不样的种地 他都不干 就是对文艺感兴趣 很小时候就出来学音乐 然后最后呢 各个地方演出 才有今天的成就 你看他们如此娴熟的 舞台上的这种演出经验 怎么可能原先是干这个出身呢 所以我说 先造成一种事实 有人怀疑不要紧 一有争论 反而更容易把这个人给炒火 这一点呢 跟我们前面说到的 有关UFO这些事情 其实是一脉相长的 就是现在在我们的网络上啊 刚才我说那种链条 哎 背后有出钱的 然后有推广公司 再有水军各方面帮着 跟着一起劳动 跟着一起顶贴 其实最终最大的推手 是后来加入这些不明真相的 等于受骗上当了的真网民 这些人跟着大打口耳战 或者骂呀 或者捧啊 产生激烈交锋 把话题给炒热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网民 上这个当呢 首先有一点 咱们说 人都有猎奇心理 哎呀 这飞天怎么回事呢 哎呀 这这这这这人 歌怎么唱这么好 怎么原先是个农民呢 人都有好奇之心 这个是从古至今都不变的 第二个就是无聊心理 什么叫无聊心理呢 如果你在网上 百无聊赖的时候 这有一个什么相对新奇的事 你马上就钻过去 大家注意 整天在网上炮着的人 十个人有八九个人 是百无聊赖 没事干的 你有正经事干 你能天天在网上随便留的 这论坛那论坛乱转吗 有的人上网不就很明确 搜索新闻 或者是接发邮件 或者是干什么 只有这些真正无聊的人 才天天在各个网站里来回溜的 这是看热闹心理 咱们在大街上 比方你明确的说 我就去买个东西 或者我就去干个什么事 那块真聊着打起来 你一般没得心思看 就是闲逛的人 哟 打起来了 我过去瞧着去 无聊的人才愿意看热闹 所以这些水军 这些推广公司 抓住了无聊的人的心态 第三个 抓住了人 想掌握话语权的心态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没有话语权 在单位里受欺负 领导看不起他 老板瞧不起他 同事瞧不上他 他平常根本没有机会 发表自己的观点 说自己的话 那么越是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 现实当中没有话语权的 若是群体 被人瞧不上的 没地位的 到了网上 你会发现 他表现得很极端 这可像门儿知道我了 我随便说随便骂了 所以这时候 他会骂得非常狠 骂得非常极端 而且话还多 所以人有这样几种心态 猎奇心态 无聊心态 渴望掌握话语权 翻身的心态 这三种心态 其实是我们说 这些事件 被当作炒作油头 并且大获成功 相关商家获利的 最最重要的推手 你别看他是隐性推手 比那显性推手的力量 还要大 那么有人说 我想不上这档 其实你也很难 比方说 你见到这个事 有的人一看 就有种低流感 就判断出来了 这个事是假的 他有这种嗅觉 这也是一种 很灵异的低流感 这样的人呢 我们管他叫 事前就明白 有的人呢 是炒作事件出来了 这边有骂流捧着 一看啊 刺中有诈 这是事来了 他明白 还有的也跟着骂 骂了一只之后 过去 我是不是上当了 我怎么感觉 对方好像有意思拱火呢 话也像我这么极端呢 这个叫事后明白 最后还有一种人 那咱也就没法说了 就是这事过也挺长时间 他还不明白呢 我这期节目跟你说清楚了 我这个炒作炼调怎么事 你还在那怀疑 不能吧 不能吧 那都是真的挺像的 怎么能呢 真跟我骂张 真是那样 这叫事后还不明白 有这么四类人 这个四类人 不是说现在才有 中国从古到今 都有这四类人 你比方说 咱们不少朋友 看过三国演义 比方说 咱先说诸葛亮 诸葛亮呢 就是事前明白 未出茅庐 就知三分天象 一看这天象知道 最近要刮东风 当然这有点神了啊 诸葛亮是事前明白 这人有神奇的第六感 先知先觉 那么周瑜 周读的周公姐 他是事来了才明白 你比方说 跟诸葛亮定好了 手心写火字 要用火弓了 可是往战船上一战 啪啦啦啦啦 战旗 漂白 一条不对啊 这不是东风啊 真用火弓 不成了自个儿 烧自个儿了吗 这时候周瑜 突然明白坏了 这事不行 所以急火攻心 吐口鲜血 混在那里 这叫事来了明白 这是周瑜 那么这两位呢 这得算三国的精英人物 那么还有那几位呢 就我刚才说的 事后才明白 可事后也不明白 谁呢 事后才明白的是曹操 曹操呢 把蔡茂张铭 给我推出去斩了 你们这简直是 要败坏我 背后要害我 推出去给杀了 等杀了 回来把手机 抬上来的时候 曹操明白 坏了 我怎么上周朗小儿 诸葛村湖的恶当 曹操 事后才明白 那么还有事后 还不明白 谁呢 倒霉的 讲干讲嘴 讲干 他怎么事后 还不明白呢 曹操这 把人杀了 非常懊恼 下边有人说 丞相啊 你看你怎么把这个 这俩人有用 水军独独啊 你怎么能给杀了呢 曹操给自个儿 遮仇 哎呀 他二人 这个训练军队比较慢 一部军机 故人摘手 这心里一度握火 起身就要退账 讲干在旁边 还倒着呢 你看 我立这么大功劳 最重要机密 我通过前服 给掏过来 丞相怎么不赏我呀 赶紧走 哎哎 丞相 丞相 这个意思 你怎么不赏我呀 给曹操气的 你还有脸淘场 去去去去 他走了 讲干在这一头雾身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瞧讲干这混蛋样 事后他还不明白 所以我们说 有事前明白的 有事来了明白的 哎有事后明白的 有事后还不明白的 刚才我们说的 一个才开的四位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 看了我们这期节目 把自己定位成 这四位当中的 打一遍 打一遍 再调一遍 我感谢你 还不明白的